历朝通俗演绎 第二部 厚瀚片 作者 蔡东藩 播讲 夏秋年 第四十二回 班长使倒破车师国 杨太尉就死西洋亭 独步天下 却说 伯荣母女奉命祭祀甘陵 骄纵不法 致使天怒人怨 尚书婆叶陈忠良心未泯 尚书谈何 安帝看到奏章后并不醒悟 反而封王胜为野王军 有时之事都扼腕叹息 陈忠曾因安帝亲政 上奏请求征聘贤财 又推荐杜根 承义士等人被朝廷录用 杜根因为请求邓太后把政权交给安帝 触怒太后 后来侥幸大难不死 逃到宜城山中的一家酒店当酒保 陈忠听说后 就派人召他为试狱使 诚意是与杜根同罪 在狱中关押多年 也是多亏陈忠保救 才得以担任尚书郎 此外还有几个隐士 曾由内外大臣推荐 朝廷特意派车子去迎接 偏偏这几个人品行高洁 不愿投身微乱之中 就相继推辞 使家传为美谈 名垂青史 相传辱男人薛包 小时候丧母 父亲娶了后妻 不愿抚养薛包 把他赶出家门 薛包日夜哭泣 不人远离 后母怂恿薛包的父亲 用鞭子抽打他 薛包不得已在屋外搭了一个棚子住下 每天早晨回家洒扫庭院 谁知又惹了父亲发怒 不准他在家门外住 于是薛包就在李相搭棚住下 早晚按时回家探视 依然如故 父母终于受到感动 并且很惭愧 就让薛包回家住 等到父母相继去世后 几个弟弟要求分家产分开过 薛包不能阻止 因此把家产分开 只是自己情愿吃亏 一些贫瘠的田地 破旧的器具和年老的奴婢 都归自己 后来几个弟弟多次破产 薛包总是接济他们 因此人人称他为校友 薛包的名声传到朝廷 安帝照他担任适中 薛包誓死不肯就职 于是允许他回归故里 在家善终 同时 汝南还有一位贤士叫黄宪 自书度 父亲是一名牛衣 黄宪少年好学 十四岁时 与颖川名人寻书相遇 瞎住寻书是寻子的十一世孙 寻书认为黄宪是个不寻常的人才 拱手为礼 和他交谈了一整天才分手 临别时握手说 你可以做我的师表啊 同俊人戴良 富有才华 而心气高傲 有人问他 天下谁可以与他相比 戴良说 我好比生长在东鲁的孔子 出生于西腔的大宇 独步天下 谁能与我相比 瞎住 这就是成语独步天下的出处 独步天下是指独一无二 天下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 就是这样一个自比孔子大宇的人 唯独见到黄宪却总是很恭敬 分别后回到家里 还觉得枉然若有所失 戴良的母亲早已看出 就问戴良说 你又见牛衣的儿子了吗 戴良答道 而不见书渡 自认为和他差不多 和他相见之后 就觉得自己毕竟不如他 书渡真是高深莫测啊 瞎住 顺便介绍一下戴良的笑形 他的母亲喜欢听驴叫 戴良就经常学驴叫让母亲高兴 母亲去世时 哥哥住帐篷喝粥 戴良却独自吃肉喝酒 也许这就是戴良没有入选二十四校的原因吧 还有 同俊人陈凡和周举也经常相互说 一个月不见黄生 那么卑鄙可耻的念头就会再次冒出来了 瞎住 蔡东藩先生是根据后汉书把对黄县的这一评论归于陈凡和周举 而在《试说新语》中则把这句评论说成是周子鞠的话 据考证 这段话应该是周子鞠说的 东汉明示 太原人郭泰去汝南后 先拜访了元朗 没有过夜就辞别而去 转而拜访黄县 在那里住了几天才返回 有人问郭泰为什么厚此薄彼 郭泰回答道 凤高的气量 蔡柱 凤高是元朗的字 好比泉水 虽然清澈 但容易摇取 而疏度却像千顷汪洋 无法使他澄清 也无法使他混浊 这才是不可估量啊 黄县最初曾被本郡推举为孝廉 后来又受到三公府的征兆 有的朋友劝他去做官 黄县也没有坚决拒绝 可是到了京城 不过住了一两个月 然后就又回来了 他于阎光元年病故 只活了四十八岁 世人称他为征军 后汉书作者范叶评论说 黄县的言论与见解没有留下有关的传闻 然而 那些有节操 有学问的人见了他 无不佩服他的高身 清除了自己的不良杂念 莫非是由于他的道德灵性至权至圣 因而无法言说吗 我的曾祖父沐侯范汪认为 黄县其人 处身立世 柔然温顺 像大道理一样冤浩 或浅或深都不能达到他的分寸 或轻或浊都不能道出他的境界 如果能赶上成为孔子门下的学生 大概差不多是这样的吧 黄县以外又有周谢也是汝南人 他的长相奇丑无比 丑得使人见了害怕 周谢的母亲本来想抛弃他 但父亲不同意 说他听说圣贤常常有长相奇异的 他认为能让他们家族兴盛的就是这个儿子 周谢学问品行兼优 隐居不做官 郡守推举他为贤良方正 他均以有病为托辞而谢绝 上书蒲叶陈忠更是大力推荐 安帝特用黑色绸缎和高皮做礼品 聘请他做官 周谢仍然不去 家人进一步劝周谢说 培养道德 锻炼品行 目的是为国效力 你为什么偏偏要守在东山坡呢 周谢感慨的说 君子等待时机而动 时机还未遇到 怎能轻易行动呢 其他还有南洋人冯良 年轻时做过献例 多年没有得到牵生 三十岁时奉献令之命 前去迎接都游 途中忽然幡然醒悟 把衣帽全都撕毁 逃往前围求学 十年不归 妻子还以为他死在路上了 就替他守孝 不料他学成归来 锻炼节操在家隐居 朝廷也派人前去征兆 冯良始终托辞有病 不入都门 这虽是甘心隐居 别具高峰 但也是借故而逃 所以为此避人避世呢 蔡丕 叙述这一类高人 仍是告诫俗人 且说南禅于潭归降汉朝以后 北方战事较少 前禅于屯图河的儿子冯侯 以前与狮子一起挑衅 逃往北塞 后来派人起降 汉廷听从杜辽将军的建议 让冯侯迁居到尹川郡 以免他们再次叛乱 蔡柱当时杜辽将军还是邓尊 可是北匈奴却出了一个忽掩王 他着急残重 共有几万人 又猖獗起来 经常与车师入侵河西 朝廷又想关闭御门关 专保内地 敦煌太守张当上书献计 分为上中下三册 上册是立即调发九泉级蜀国将士 先攻打护掩王 再征调善善的兵马 讨伐车师 双管齐下 依次讨平 这是一劳永逸的最佳策略 中策是如果不发兵的话 可以设置军司马 指派将士五百人占据柳中 令河西四郡 呼应军饷 伺机行动 安内攘外 下策是放弃西域 但也应把善善王及其百姓迁入塞内 省得他们借机入扣边塞 帮助葫芦 这三条计策却是有条有理 毫不说谎 安帝将援奏班式群臣 让他们商量是否可行 上书蒲叶陈忠建议采用张当的中策 并上书说明 奏折大意为 西域归心汉朝已久 有不少国家热诚的向往东方 到边关探寻请求 这是他们不满匈奴仰慕汉朝的证明 如今北匈奴已经打败了车师 势必向南进攻善善 如果我们放弃他们而不去援救 各国就要归附北匈奴了 若是如此 那么北匈奴的财富就会愈发增多 胆量就会愈发变大 威势逼近南枪地区 与枪人联络 这样河西四郡就危险了 河西地区既然危险 不可不去救援 那么就要蒸发百倍的姚役 动用无数的资裁了 议论此事的人 只想到西域距离极远 照顾这一地区花费太多 却看不到孝武皇帝苦心操劳的本意 目前敦煌孤立危险 从远方向朝廷告急 再不给予帮助 对内无法安慰官吏和人民 对外无法向各异族示威 势必削减自己的领土 这不是好计策 我认为应当在敦煌设置校尉 依照旧力增加河西四郡的驻军 以政府四方各国 安帝批准了这封奏折 又因为以前班勇所陈述的观点与陈忠的建议相吻合 就任命班勇为西域长使 率兵五百人 驻扎在柳中 班勇领命前往 到了楼兰 因善善王诚心归附汉朝 朝廷特别赐给他三条受待的异信 又派人招抚秋辞 然而秋辞王白英仍然犹豫不决 班勇用恩德和信义进行开导 白英这才自知悔罪 于是约同姑墨温宿两位国王 把自己捆起来 向班勇起降 班勇亲自为他们松绑 好言安慰 并令各地调集步兵骑兵 一同讨伐车师 白英等人既已投降 自然服从命令 立即凑集一万多人听班勇调遣 直接前往车师潜艇 潜艇已归后王军舅所有 军舅仍居住在后庭 由北匈奴伊犁王守住伊河谷 班勇率兵冲杀过去 没多久便倒破鲁营 伊犁王逃跑 军舅留下的士兵及潜艇被胁迫投降的士兵约有六七千名 他们见匈奴兵被赶走了 哪里还敢抵抗 当时就逃跑了一两千人 其余的都跪在军前听命 班勇全部收下 共有五千人左右 仍让他们住在车师潜艇 自己返回柳中 柳中距潜艇只有八十里 呼应十分方便 可以不用担心 班勇打算暂时休养生息 筹备粮草 然后再攻打车师后王 过了一年 也就是阎光四年 班勇又想乘机进攻 他调发敦煌 张液 九泉 三骏兵马 共六千骑兵 又争调善善 舒勒和车师潜艇的士兵 不下五六千人 亲自率领他们去攻打车师后王军舅 军舅领兵一万多人 出庭迎战 不料班勇的部下都勇猛得很 军舅一出战便被杀得人仰马翻 连忙退回 但部下已丧失了好几千人 军舅惊慌失措 想向北匈奴求援 又担心道路遥远来不及 只好硬着头皮防守 偏偏来兵厉害得很 乘胜直入 锐不可当 军舅的部下出去招架 不是逃散 就是被杀 煞时间亭中大乱 只见后面的汉兵大刀阔斧 一起杀过来 军舅无路可逃 还想拼死再战 忽然听着一声剑响 右肩被射中 疼痛难耐 晕倒过去 等到苏醒过来 早已被捆住 不能动弹 还有匈奴使者也在旁边陪绑 不一会儿有数人到来 把这两人抬走 好似牛羊一般 直到汉朝前任敦煌长使所搬的死亡地点 作为祭品 一声炮响 君就与匈奴使者人头落地 魂灵从头中飞向鬼门关上挂号去了 蔡丕 不愿同生 但愿同死 这两句可谓二人写照 班勇斩了军舅以后 把他的人头送到京师 尚书报捷 从此车师前后庭得以开通 西域各国都被汉朝的威势震慑 陆续归附 真个是傅作子术 两世崇光呢 蔡丕 好笑子 安帝听说西域再度归附 心又放宽了 乐得逍遥自在 反倒把班勇的功绩搁置一旁 并没有什么赏赐 虾平 安帝堪称安乐帝 应该赏赐他安乐死 当时连结正直的大臣 第一个要算司徒扬镇 永宁二年秋季 扬镇被升为太尉 似乎是安帝知人善任 偏偏是小人道长 君子道销 结果是一鸣为婚 重携处政 忠落得朝廷驻食 化作沉沙 说来寄绝可痛 尤绝可叹 太尉刘凯因病被免官 由杨镇继任太尉 另用光禄勋刘夕为司徒 安帝的舅舅耿宝已被封为大红炉 特意为宦官李润的哥哥说情 托杨镇录用 杨镇不肯听从 耿宝一再去找杨镇 并且对杨镇说 李长氏受到圣上的倚重 想让三公征召他哥哥当官 主上也曾答应 我只是传达上面的意思罢了 杨镇严肃的说 如果朝廷有意让三公征召 应当由尚书下发命令 只凭私下嘱咐 我不敢遵命 耿宝见杨镇决意拒绝 十分恼恨的离去 皇后的哥哥言显 以升任为执金吾 也向杨镇推荐自己亲近的人 杨镇也不答应 司空陈包已经罢官 后任是宗正留寿 他想讨好贵妻 一得道风生 不等人家托他办事 就把李润的哥哥和阎显的亲戚 照为自己的部下 而且在十来天后又提升他俩 安帝后来又下诏为野王军建造宅院 大兴土木 蔡柱 王胜为野王军 建前文 中常市樊丰及市中周广 谢运等人 更是竞相煽动诱惑 扰乱动摇朝廷刚迹 杨镇身为首府 实在忍无可忍 因此再度上书劝谏 奏章沉进去之后 好似石沉大海 并没有得到答复 樊丰 周广 杨韵等人都对杨镇恨得咬牙切齿 就是野王军 王胜母女也把杨镇当作仇敌 恨不得将他立即除掉 又因安帝不肯听从杨镇的话 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 不但王胜的宅院造得非常精巧 连樊丰等一群专权的阉人也胆敢捏造诏书 调发大私农的钱粮 将作大将的现有人力和木材 各自筑起坟墓和林园池塘来 劳役及费用无数 于是导致连续不断出现变异 京城发生地震 杨镇多次劝谏不见听从 气愤极了 蔡批 何不隐退 又因年底不便上书 勉强忍到第二年正月 再次上书直言尽见 奏折大意为 我身在三宫之位 未能调和阴阳 去年十一月四日 京城发生地震 那天是雾尘日 地与雾尘三者都属土 而地震的位置在中宫 这是宦官姓臣掌权用事的真相 我想到陛下由于边境平静 自己十分减省 皇宫的墙园殿堂倾斜 只用支柱撑起而已 然而那些亲近的宠臣 却不能遵宠于陛下同心的原则 他们骄傲奢侈超过法律的限制 大量征调义夫 大修宅地 作威作福 致使行人在路上喧哗 地震的灾变恐怕就是为此而发 还有 去年冬天无积雪 春天未下雨 百官赶到心骄 但修缮未停止 这诚然是导致干旱的征兆 愿陛下振奋帝王的杨刚之德 抛弃那些骄傲奢侈之臣 以回报上天的警告 杨震前后的言论由温和转为激烈 无奈安帝已被一群小人蒙蔽 无论杨震如何说 始终置之不理 那些得宠的宦官全都对杨震侧目而视 十分愤恨 常常在安帝身旁诽谤杨震 安帝已渐渐感到不满 只因杨震是关系名儒 众望所归 如果突然把他的官罢了 难免会遭到许多人议论 动摇大局 所以那些小人们仍然有所畏惧 不敢无端加害杨震 蔡批 还知道怕舆论吗 恰好在这时 和奸男子赵腾尚书 分析批评朝廷得失 安帝不由的发怒 说他无知小民也来多嘴 当即诏令有私逮捕赵腾 把他关进监狱 宦官罪恨指责他们的人 于是就私下诅托有私 给赵腾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 判处他死刑 杨震身为太尉 怎能做事不救 于是再次上书劝谏 奏折大议委 臣听说 姚舜时代 专门在朝门外立有剑谷和傍幕 也让百姓提意见 阴代周代的盛明君王 受到小人的抱怨和辱骂后 反而自我警戒 进一步修养品德 如今赵腾受到的指控 是用激烈的言辞进行诽谤 这种罪行与持刀杀人犯法有所不同 我请求为赵腾减刑 保全他的性命 以劝诱朝野民众为国禁言 安帝看了奏折 仍然不听 赵腾终于被处死 横施于都市街头 蔡批 勃起勃起 何不起身急去 瞎注 勃起是杨镇的字 这一年是阎光三年 安帝想出外游览 借着祭祀泰山的名义 出都东旬 文武百官多半随行 只有太尉 杨镇及中常事樊峰等人留在京都 横峰等人因皇帝外出 更加大胆地挪用公款修筑宅院 蔡批 原来为此 故为随行 太尉 杨镇的部下高叔赵来有关人员仔细调查 查出横峰等人以前曾伪造赵令 就将此事报告杨镇 杨镇因安帝东旬 不便揭发 只好等皇帝回京后再奏报 蔡批 何不非使持奏 横峰等人得知后 大为惊慌 日夜与党与密伤 想先发制人 保全自己 也是杨镇命里该绝 不早不晚 恰好有星辨逆行的天象出现 被阉党作为画饼 以此为借口 策划阴谋 安帝返回时 他们抢先去都门外迎接 谎称需要等到极力的时辰才能还工 请安帝暂时到太学中休息 安帝还以为他们是真心爱主 立即同意了 安帝到太学以后 横峰等人趁机密奏 说太为杨镇袒护赵腾 因为陛下以前不肯听从他的请求宽恕赵腾而心怀怨恨 意图谋逆 所以上天借星辩显示危机 请安帝先抓捕杨镇才可以入宫 安帝还不大相信 愁愁伴赏 才对横峰说 杨镇是名士 难道也会胡作非为吗 横峰应声说 杨镇是邓氏提拔的官吏 现在邓氏灭亡 怪不得杨镇有异心了 蔡批 馋口可畏 杨镇由邓志提拔 见前文 安帝恶然点头 便在夜里派使者没收太尉官印 罢免杨镇的官职 杨镇不妨有此一举 既然被燕党占了先机 后悔也无用 就将官印交出 坦然回到府地 闭门不出 谢绝会客 谁知安帝回宫以后 提升耿宝为大将军 耿宝与杨镇之间有诉仇 又被樊峰等人从旁煽风点火 竟然上奏称杨镇不服罪 仍有怨恨 安帝于是下诏让杨镇还乡 杨镇奉诏上路 走到西洋亭 感慨的对他的儿子和弟子说 人生难免一死 不能寿终正寝 也是士大夫常有的事 我位居宰府 明知奸臣狡猾 却不能铲除 还有何脸面再见日月 我死后就用杂木做棺材 用粗布盖住身体就行了 不必归藏祖坟 不要祭祀 说完就服毒自杀 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小子有诗探道 拼死何如欲见机 网罗陷入以南非 夕阳停下沉冤日 殷悔当年不早归 杨镇死后 樊峰等人仍不肯善罢甘休 还要设法摆布 欲知他们如何逞毒 代致下回续名 蔡厚平 西域各国 势如散沙 各酋长也都是平庸比俗之辈 没有一个有能耐的 中国只要派一位良将前去政府 就能治愈各国 使他们服服帖帖 不像莫独父子那样桀骜难逊 试看班超父子出使西域 不用劳师废财 只用以夷公仪这一种策略 以能指挥如意 无往不胜 谁说外国不可以驾驭呢 只是安内的计谋比攘外更为急需 安帝有一位杨镇而不能用 反而听信一群小人赶走正人 汉朝的纲纪从此就紊乱了 杨镇是关西明氏 应当明白以道士君之意 何则留 不何则去 为什么要坐听小人构陷 而未能自拔呢 杨镇与薛包 黄县 周谢 冯良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差得太远了